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美国公民结婚是吗 对 跟美国公民结婚 他现在已经在境内 好 他是以旅游签证入境的 对 好 那这种情况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当然是在美国境内办 很快 因为在美国境内办 4到6个月就办出来了 如果你要回到祖国去 可能要到领事馆的话 就要花到一年以上才会办得出来 那他这边他是说 可能他有一点其他的需要吧 他想要回国那样子 那他说那在等待期的话 是不是可以继续用旅游签证 就是往返中美之间呢 如果说您在等待期间 您要回祖国的话 你就申请了所谓的启诈证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IE31表格 那么我们通常帮客人申请 都是一整套的申请的 那么就是他的公海也申请了 他的这个出去的启诈证也申请 那如果你在等待期间 你不可以用B1B2出入 因为那个是非移民的签证 现在您在申请移民的时候 你的身份是移民签证 非移民签证是没有移民倾向的 那么当然我听很多观众 就是朋友来都讲说 我们有啊 我都拿B1B2 如果说你性命没有被抓到的话 就没有被抓到 如果被抓到的话 就对你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还是要以这个 拿了这个请驾证之后 然后也有请驾证输入籍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B1B2已经不释放 是 对 已经违反了当初的 对 违反当初这个 非移民签证的 没有移民倾向的这一个意图 是 请多謝 stressed 们 转悟 转悟 嗨 又 尽 尽 嗨 亘 嗨 嗨